大家好,这个故事保障是有些个朋友非常喜欢的 韩国最独美女连环杀人犯真容曝光 反社会人格测试拿罪变态满分满分满分 韩国一杀人犯反社会人格得满分 最近在韩国被热议 韩国一旦犯罪类即时节目 公布了绝命毒妇言言书的真实长相 这位在反社会人格障碍测试中拿到满分 直到现在都没办法被超越的 韩国媒体被称为顶级蛇蟹毒妇女的女人 虽然外形清秀不俗 但杀人方法是极其的残忍狠毒 为了骗取保险金 她不仅连杀两任丈夫 还把母亲哥哥眼睛刺瞎 试图将全家人全部害死 事情曝光后 很多人不敢相信她是杀人真凶 因为她长了一张上帝看到都会原谅的脸 此片报道是新浪新闻转自英国报解的 英国报解我也不知道是个官媒还是个自媒体 在读这篇报道之前 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你特别爱听这样子这个东西 那就是要在我的节目里啊 多看我真善美的东西 给我留言我要回应你 要不然的话啊 朋友啊 哎呀 你就是那个凝视深渊 让深渊把你信了 是吧 哪里要打架的你爱看 哪里要车祸你爱看 哪里要暴力血腥的流血的就爱看 那为什么 那出大问题了朋友 就是你渴望上凝视深渊 凝视黑洞 爱看大畅宋的电影 爱看鬼电影 是吧 甚至还爱读所谓的吸人兽 哎哟 出麻烦了朋友啊 你出大麻烦了 多看我的节目 多评论啊 我回复你 帮你聊杀 好 下面就是这位英国报解的报道 韩国 2005年4月韩国首尔某家医院发生火灾 没有人员伤亡 救援结束后 警方根据现场线索和监控视频 找到了纵火嫌疑人 29岁的延人书 和想象中的穷凶极恶的罪犯嘴脸不同 身高一米七零 皮肤白皙光滑 五官精致 气质优雅的言言书 无论是外形 谈吐 看上去都是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都市女郎 就连负责调查的警官 见他印象 都是感觉是明星 像明星艺人一样的美貌 除了让人一眼惊艳的外貌 衙人书除处可怜的神情 和他犯下犯纵火纵罪的言言 惊艳伴爱言言都为之动容 面对警方的讯问 哭得梨花带雨的衙人书是 呃 辩解称 自己因为在点火时 能在火烟中看到去世的女儿 所以才不小心点延了 呃 医院里的走廊 他还证明自己有长期的育疫病史 病重的儿子让他救急重发 除了在警局诉说女儿 腰折儿子重病的情况 杨言书还在警局里表现出口吐白沫 神志不清 小便失禁等种种精神病病症状况 警方看到他这个样子 同意了假释申请 让人意外的是 阎言书假设没几天 一个男子跑到警局报案称 他竟是杀人惯犯 千万不能放过阎言书 报警的男子不是别人 正正是阎言书的亲弟弟 阎言书的亲弟弟说 自己的两人姐夫先后意外离世 姐姐的亲生女儿也不明不白的夭折 获窜重病 而她的母亲和哥哥更是一夜失明 就连和姐姐关系不错的保姆 都险些葬身火海 总之在弟弟口中 阎言书就是一个自带诅咒的死神 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 轻则重伤 失明 重则离其去世 如果警方不及时对他进行调查 自己还有失明的母亲 失明的哥哥 恐怕不久都要不久于人世了 听到男子的讲述 警方也将围绕在阎言书身边发生的意外事件 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结果发现正如他弟弟所说一样 这几十起意外伤害案件的被害人 无意外都和阎言书有关 随着警方深入的调查 阎言书长达数年 涉及多条命案的作案过程 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1976年出生的阎言书 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兄弟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她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女儿 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美人逼子 学生时代更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花 然而阎言书除了人处世的态度 和他靓丽的外形是结缘相反 从高中时代 阎言书就因为多次偷同学的钱 被学校开除 辍学后 阎言书又把手伸向了自己的父母 多次盗刷已故父亲的伤脏抚续金 他被家人赶出了家门 独自一个人出去闯荡了阎言书 凭借着过人的美貌和口才 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担任 业务经理 业务不佳 没多久又失业了 不过工作虽然没了 阎言书却在这段时间获得了自己的爱情 21岁时 阎言书和担任搬运工的第一任丈夫裸婚登基 婚后 阎言书因为嫌弃 丈夫收入低 两人矛盾摩擦也多了起来 2000年 阎言书和其第一任丈夫所生的三岁的女儿不小心在家中坠楼身亡 女儿身亡后 阎言书从保险公司领了一大笔申雇赔偿金 从而购买了大量奢侈品 这意外之材 让他看到了保险金的好处 女儿去世一个月 阎言书又给自己的第一任丈夫买了四份意外险之后 他又以上女之痛 精神不佳为由 在医院开了大量治疗抑郁和失眠的药物 这些还有催眠的药物 都被他分批次以补药的名义 补给了他的第一任丈夫 200年的四月服用补药后的账户被阎言书是推下楼梯 造成了脑轻微脑震荡 阎言书借此向保险公司申请了34万韩元的赔偿金 之后的五个月的时间 阎言书又先后几次偷偷下药 趁丈夫昏迷后 用针砸上了他一只眼睛 用热油烫上他的脸 用刀刺伤他的肚子等等等等 每次作案后啊 阎言书都表现得非常关心对方 不仅及时送意还寸步不离 待在床前伺候 并且对外宣称丈夫在女儿走后是一直神志不清 自残后还会失去记忆 在他这番操作后 被下药搞乱神志的丈夫 和他蒙在鼓里的家人 既然从未对阎言书采生过怀疑 接受了他给出的抑郁 自裁失忆的说法 谁都没有想到 阎言书对保险金的贪婪 最后升级成了杀人 2002年 他再次将丈夫弄昏 用刀狠狠的刺了过去 几天后 他的丈夫因为伤口感染 在医院去世 年仅27岁 他的丈夫的死亡 让姚文树拿到了 2.8亿的孩源的赔偿金 这些钱都被他购买化妆品 名牌实装 名牌包包挥霍一空 因为保险工资疏忽 第一任丈夫定义为正常死亡 因此也没有进行尸检和警方深入的调查 杨言书是轻易的洗脱了嫌疑 没钱后 杨言书决定再找个男人 是故技从养 2002年11月 杨言书假扮成白富美 认识了运动员出身 家境优越的第二任丈夫 第二任丈夫被杨言书的美貌和气质 立即打动 相处不久 就提出同居的要求 他看鱼已上钩 但担心两人未婚无法领到保险金 于是故技从养用下药和推下楼的方法 让其骨折 他的第二任丈夫书醒后 然后言人书 贾欣欣在病床前细心照料 一个月到他出院 还姿态也颇高的 给他买了一辆3200万韩元的小汽车 第二任丈夫好像也被他害死了 这里呢 给了一个截图 哎呦 又给了一脏截图 然后结婚 然后结婚 然后就开始又折腾了 然后又把给胃安眠药 用针刺瞎眼 刀刺火烧油泼 让对方是反复的出院住院 出院住院 很快 新闻三个月 也因为并发症 感染去世 这是第二任的 这个丈夫的家人 就和第一任就不一样了 对其死亡的原因呢 就是非常的怀疑 提出要做尸检 但无奈是呢 作为接护人的法定 这个第一接护人的法定妻子 颜言书 以怀孕和出资 操办银婚谎话 再一次哄了过去 拒绝尸检呢 第二任丈夫的死亡 给颜言书带来了 3800万韩元的赔偿金 但这些钱呢 低于他的预期 而且第二段婚 还让他多了一 多生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个脱油瓶 越想越不甘心的颜言书 我决定要做票大的 多捞些钱 这一次他选中的目标 是自己的新生母亲 2003年6月 颜言书带着 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就到娘家来了 他哭哭啼啼的忏悔 母亲和儿子同意留下来 回到娘家后 颜言书表现的勤快 孝顺 但是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却为他母亲和哥哥 买了多费 这个意外保险 并且不间断的 以补药的形式和名义 投喂他们这个 嗜碎作用的药物 2003 7月 颜言书给母亲 投喂药物后 又用针 刺下了对方一只眼镜 母亲醒来后 颜言书假惺惺的 哭着对他说 自己看到母亲 突然昏倒 摔倒 不小心磕到了眼睛 他吓得手无局措 手足无措 可惜送医院后 也没保住母亲的眼睛 在这份表演以后 表演后 母亲也开始怀疑 是自己投影摔倒 导致意外失明 2003年11月 颜言书又入颜算 把昏迷的哥哥的双眼 弄瞎 我天 在哥哥入院治疗期间 他偷偷留病房 在书业期里投放异物 企图造成 感染死亡假象 幸好 医护员员发现及时 他未能成功 却也没有把他逮住 哥哥和母亲住院期间 情凶极恶的颜言书 还做足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 钱到手后 买家一直催他藤房 颜言书啊 担心家人出现 让失败了 于是在他们出院后 回家的当天 一把火把点燃了房子 想要置母亲 哥哥和弟弟于死地 令他没想到的是 命不该绝的几个人 所有都不成度的烧伤 但都侥幸逃出了火海 这时携带 鞋款潜逃的颜言书 带着儿子 躲到了曾经给他做过 育儿嫂的蒋女士家 他生生家里遭到了火灾 希望对方收留 好心的蒋女士 看他孤儿寡母的 就给他腾了间房子 谁知道 他注意不走了 住了一个多月以后 因为固满对方 提出让他搬家的要求 竟然在人家里 放了一把火 导致蒋女士的丈夫 被烧死了 蒋女士和他的女儿 也被烧成重伤 事发后啊 颜言人书担心 幸存的蒋女士 会发现到自己身上 于是停而走险 跑到对方所住的医院里 中火 这才有了一开始的那一幕 跑到医院里中火被发现 2005年医院中火案后 经过一番深入调查 警方发现 颜言书身上至少犯有中火 故意伤害 故人治人死亡 等二十余起罪行 共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七人受伤 骗得保险金是5.96亿韩元 而且在医院中火案后的保释期间 颜言书的儿子因病住院 他向同病房的人接款后被追债 竟然再次犯案 用药将债主迷婚 并刺下对方一只眼睛 不只刺下对方 还多次给对方药物中投毒 希望杀人灭口 但债主没死成 心脏病发作后 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在弟弟的举报和重重证据面前 警方才终于将面容搅好 看上去人出无害的 颜言书激难归案 他入院后 在一项反社会人格 伤害测试中 他竟然得了满分 足以见他如何 冷血残忍 更令人无语的是 被捕入狱前 他居然又和一名新认识的男士 谈婚论嫁 希望对方能做他的提管机 2006年 颜言书最终被首尔中央法院 判处无期徒刑 18年来 虽然颜言书一直报道 他是有着明性外貌的 顶级蛇蝎毒妇 但始终没有照片流出 而在他服刑的这18年里 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 拒绝外界的采访和态势 哦 因为他的神秘感和犯下罪行的狠毒性 外界对他的好奇心 是丝毫没有减弱过 一直在民间有着超高的话题热度 除了民间的议论 韩国很多影视剧 都是以他本人或他故事为原形 创作了出来很多恶女的形象 例如韩剧他人继地狱的阎福顺 蓝色大海传说中的继母蒋锐 蒋瑞锡 这个角色也被刺下了眼睛啊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中的普行子 这些恶女身上都参加了一部分 牙人书的人物故事 而这一次牙人书的照片首次公开 再次让这位绝命毒妇成为韩国热议的新闻 大家都看到这个图片说 哎呦 是一个大美女啊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不要搞性别对立啊 在那里啊 热爱真善美吧 不要被那个生殖器指挥大闹 指挥人生就好多了吧 好 谢谢大家